275 星島日報 沒有潔淨海水河來親水文化 2015年7月15日每日雜誌A17至乘一派梁美芬現任特首兩真英上任後 連續三年再施政報告提到要改善維港水質 今年更用了三段文字展述政府對親水文化及水上活動的施政目標 稱維港水質已明顯改善 要在維港發展水上活動 香港三面環海擁有長達1200公里的海岸互A 海水是大部分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推動親水文化本應是佔盡地利 但香港多處的海濱水質割裂 旅旅存來陣陣臭味 就外了親水文化的發展 由倫荒油污染啟德海面不者成立的西九新動力 自2008年成立以來 就向當年做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建議推動親水文化 強調推動親水文化的首要條件 是要有可親的水 躺藥海水抽氣昏天 滿布油污死與垃圾 任誰都必定會掩避急步走開 又怎會有人願意去親水呢? 近年香港有多個海濱公園落成開放級市民休憩 其中一些更能級人區外市民特意前往 譬如觀塘海濱公園變成為了新興休閒 攝影的熱點 可視 上星期的颱風過後 啟德郵輪碼頭對開海面 浮光 讓死雨 場面十分鮮人 離遠也能聞到濃烈腥臭 真是大殺風景 不者邀請水質專家到現場視察 懷疑死雨是由於海水污染物太多加上早前天氣滿熱 海水缺氧所致 而海水污染源頭亦有可能是和啟德郵輪碼頭啟用 陸續有郵輪進港亭拍飛發放郵有關 連接紅磚碼頭和尖沙咀星光大道的海濱長廊至2011年開放之後 成為九龍城區居民假日好去處 但居民卻發現每天退潮時都會傳來惡臭 而且臭味越來越嚴重 然以到了隱無可隱的程度 經不者長時間向有關部門追問 有關當局中回復市區內有29藏大校污水渠錯博 多年來一直將完全未經過旅的污水直接排出大海 古雨有雲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煙 但政府部門推動親水民法卻相反 不者多年來跟進海水與水則問題時 時常遇到屋宇處 渠務處 民政事務總處 康民處 海事處等部門你推我讓 要多返往來才能得到達福和跟進 梁振英特首2012年6月後任時已承諾會推動親水文化 為何特首要實踐親水文化的指令仍未能上傳下得呢? 九龍西須由西九文化推作為龍頭項目 西九的親水文化又何時能實現呢? 目前政府設有一個海岸清潔跨部門工作小組 由環境局上任秘書長擔任主席 統籌八個部門去研究 處理海岸和海上垃圾事宜 但清理海上垃圾指示改善海水與水質的其中一項工作 還有滑掘海 於例 糾正水渠錯博等工作要做 而推動親水文化 亦要靠發展局再規劃社區時加入活化水體的概念 康諾及文化事務處制定更水體育政策 推動和宣傳更水活動等等 筆者認為 政府應該成立一個更高層次的跨部門工作小組 統籌更多政策局和部門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 展示政府改善海水與水質 推動親水文化的決心 梁美芬立法會議員 成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雷芬立法會議員 中文文資